在台北上班的上班族朋友 如果让你拥有一个空闲的午后时光 你会最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建议你不妨找一间 氛围舒适的餐厅 点上一杯饮料 享受午后的悠闲时光 Toast Chat就是一家可以让你放松心情 坐上一下午也舒适温暖的餐厅 在这里你可以和朋友自意交谈 和超萌的店猫分享心事 同时品尝崭新美味的法式吐司 为悠闲的午后时光增添甜蜜的感动 这是我们的法式经典早午餐 这一款是剩下水波嫩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配料还有色格都非常的美 像是水波嫩看起来非常的可口 还有像虾肚还有鸡块还有生菜沙 就是看起来很丰富又满足的 对啊像我们的吃花式经典早午餐的话 一共会有八款 那里面配菜有两个可以做选择 那它是会敷上我们每天期限限杂的酥脂 然后以备饮料作为一个赛子 选择非常的多元 对 然后我们这样的吃饭还快一整个 还算是划算 很划算耶 就可以当早午餐来吃 对 那我要来开始享用这美味的早午餐了 切下去第一口你看浓浓的起司 然后还有这蛋汁还有这这么大一只的虾汁 那我来吃吃看它口感怎么样了 哇 这蛋好特别哦 非常的浓郁 那想问说店长你们蛋是不是有特别选过 那我们的蛋是使用有机的精选蛋 那虾子也非常的有脆度跟嚼劲 那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就是稍微选过 在虾子的大小上面 我们会选择大概一个大五只指节块 让吃进去的口感就是是产生饱足的 对 对 还有像你们的就是这种面包啊 像那个外面的汉堡 是不是都会干干的 可是你们面包却不会 你看就是它非常的湿润 然后而且色格非常地就呈现金黄色这样 你们是不是有特别的秘诀呢 那秘诀就是使用咸的蛋汁 就我们自己特调之后加入一些起司粉 那满足宝啊有沾过我们特制的咸蛋 也就都很有湿润的口感 再像街台漫街 所以它吃起来是外圈内软的感觉 口感也是湿润的 嗯 真的是还蛮不一样的 是不是就是把那种法式骨丝的做法 都应用到就是面包上面 对 没错 真是很特别 像我们在切满福包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客人啊 连同蛋液就是一起切上去 然后蛋液留下来之后 口感吃起来是饱足的 那刚刚呢介绍完我们的煮菜水锅蛋 那接着要介绍我们的配菜 就是生菜沙拉 因为现代人呢 为了营养均衡生菜沙拉 当然是不可以少的咯 那来试试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店长这个生菜沙拉里面是不是有芒果酱的味道 对 没错 芒果酱的话 我们就是在取决 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店 像一般会有海山果酱啊 青岛酱等等的 芒果酱因为它有甜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调之后 就是跟生菜沙拉里吃 会让生菜的甜味更有出来一些 嗯 那这个是实在太丰富了 三百块一只都可以满足 所以那朝午餐之后呢 那接下来这道是冰淇淋法式主持 哇 看到这次的拉拉非常的行动 因为拉拉超喜欢吃甜甜的 你看这冰淇淋啊 再搭上这个法式图 看起来就是非常可口美味哦 拉拉先来一尝试看看咯 先来沾着冰淇淋试试看 店长这个冰淇淋吃起来味道好特别哦 是什么样的口味呢 今天提供的是酒量樱桃的口味 那同时冰淇淋法式吐司 也是我们店内最畅香的甜品 啊 我可以了解 为什么就是这个冰淇淋甜点 可以就是这么畅香 它吃起来呢 非常的甜而不腻 对 真的 那店长这个吐司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像外面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呢 就是那种蜜糖的吐司 比较硬一点 可是你这个吐司呢 是外酥的内容 是什么样的吐司 我们同样是用法式吐司的做法 就是先入吐司去沾果甜蛋液之后 然后我们先把它切成方块的状 对 然后堆叠成糖 所以它吃起来其实会有一点像烤不雷的口感 对 就是外酥内软的感觉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 我们看这个甜点呢 就是可能说要耐心等候一下 因为我们所有的甜点都是先点先走 这道冰淇淋法式吐司等候时间大概是15分钟 哇 不过等候一定是值得的 好好吃喔 谢谢店长今天为我们介绍这么多的餐点 那因为这家店呢 其实没有电话定位的服务 主要是因为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呢 都可以非常轻松的享用这里的餐点 不要因为有时间压力而感到 就不到有压力这样子 那千万大家不要忘记 没有美丽的店长 没有可爱的小猫猫 希望大家来这边呢 都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 那谢谢店长呢 今天为我们介绍这种美味的甜点 这是大家最爱喔 千万不要忘记的法式冰淇淋吐司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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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